大家午安 我是远东新世纪刘慧珍 远东新世纪它以前叫做远东纺织 远东纺织源起于1949年 直到今天已经有79年的历史了 远东新世纪的董事长徐旭东徐董事长 它的经营理念是成勤菩胜加上创新 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永续环保的一个创新的技术 那这个的技术呢叫做Ocean Plastic Recycling 就是海洋废弃物如何的重新回收再利用 这个专案我们跟NGO组织Pali Pali它的全名叫做Pali for the Ocean 你们可以在这个Google上面用这个字眼可以找得到 那跟Pali还有知名的品牌Adidas 一起合作的一个专案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案呢 每年根据这个就是联合国环保署的一个统计 每年有900公顿 900万公顿的海洋垃圾流入到海洋里面 那这些垃圾它经由这个大大小小的河流 或者是经由人们去海滩里面玩 然后带过去的一些这些垃圾没有带走 那这些东西都飘到海里面去 那飘到海里面去之后呢 它就会流入整个地球的五大洋流里面 这个五大洋流有南北的太平洋 以及南北的大西洋还有印度洋 那一旦垃圾流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洋流是一个voltage 也就是一个像果汁机一样的东西 像我们在打果汁机一样一个窝流 那所有的垃圾一旦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 它就会一直被悬在里面 那没有办法分解溶解的东西 在那个海洋里面就会悬啊悬啊悬成一座山 这个就是垃圾山 那有讲到窝流就跟打果汁机这样旋转一样 所以所有的固体垃圾进入到窝流的时候 就会互相的碰撞 那大的垃圾就会碰撞之后 最后变成小碎片 那没有办法分解的碎片就是塑胶的碎片 那塑胶碎片一直残留在海里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照片很震撼 海洋里面有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小碎片 小碎片会被什么吃掉 一些比较小的生物 像虾子小鱼吃这个塑胶的碎片 然后大鱼又来吃小鱼 那最后那个大鱼会在哪里 我们的餐盘上面 我们的餐桌上面 我们是有机会把那个 没有办法分解的那个塑胶碎片 又吃到人们的肚子里面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还有图片里面还有很震撼的是 那个海龟 它被捕鱼的鱼网给缠绕住了 没有办法很自由的移动 那除了这些困扰以外 小碎片呢 塑胶碎片 它也会破坏生态的平衡 像是碎片如果在水里面 冬天结冰的时候 它结冰的速度会变化 它农冰的速度也会变化 这样子的结冰农冰的速度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整个生态 也会影响到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 那NGO组织party呢 它在它的推广的 它是一个海洋的保护协会 那它在它的推广的理念的部分 它有AIR三个字 A就是avoid 就是避免 它有很多的教育者 很多的这个NGO组织里面 有一群教育者 它去教育人们 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品 尽量不要像塑胶袋 这些一次性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塑胶品都不要使用 那只要减少使用的话 就是减少这些东西流入到海洋里面 那I呢叫做intercept 就是如何阻断 如果我们可以自发性的 多多的把这些 你带去海洋里 海滩里 海滩的这些垃圾 都自己打包拿回家的话 那就减少了这些垃圾 流入到海洋的机会 那二呢就是redesign 也就是说 我们多做一些 就是垃圾分类的工作 然后把这些垃圾 打包回家 自己做一个分类的动作 那能够再一次被循环 利用的这些塑胶品呢 我就可以重新的 经过一些方法 把它重新的再循环再利用 那二就是redesign 那我们在做的东西 就是这一件事情 NGO组织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动的工作 然后redesign之后的产品呢 重新的用在这个鞋子 用在衣服 然后总是要有消费者来买单嘛 对不对 如果没有消费者买单 只是前面速度很快 然后最后没有人要去去化那些产品的话 这一条链这个工作还是没有办法推动的 于是它找了最有办法说服消费者来买单的品牌 知名品牌 这个专案就是跟Adidas合作 那Adidas呢它将我们就是处理完之后 可以再一次循环再利用的这些塑胶 PET的塑胶 我们重新的再做成球衣 重新的再做成这个球鞋 然后消费者又设计的很漂亮 那消费者就愿意多花一点钱买回去 于是呢就让整条的一个链动起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海洋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专案就启动了 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里面我们很辛苦 有一群人从PARTY他们做一些教育 从他们去各个这个岛国 去一些比较低回收率国家的国家呢 去做一些教育的动作 希望他们可以这样这个可以再利用的资源 也就是宝特瓶这样子的一个塑胶呢 塑胶宝特瓶呢可以去收集 然后打包 那运到远东这边来做一个 被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技术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有很多很复杂而且很困难的工作 那比如说NGO组织他在打包这个瓶子 要送来台湾 远东在台湾我们这件工作是在台湾执行的 那他的一个瓶子打包要送来台湾的时候 他初始的打包的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照片是比较松散的 一个货柜原本可以装20吨的这个量 但是他打包之后只能装8吨 这样子送来台湾 大老远送来台湾又只能装这样子的话 是没有一个经济 是没有经济效应的 而且会产生很多的碳排放量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协助他就是做处理 就是洗宝特瓶这一段 我们在前段的教育工作 我们的团队也参与进去 我们教他要如何的做塑胶的分类 以及打包的动作 那比如说右边这个就是我们辅导之后的成果 他比较扎实了 真正一个货柜可以装满20吨的量了 而且呢 他剪的垃圾这个瓶子里面 有一些是装水的 有装酱油的 还有装这个沙拉油的 我们也请他说 你在初期都帮我们做分类 你分的越干净 我们在处理上面的效能会越好的 因为一个装水的瓶子 跟一个装油的瓶子 他在洗涤的时候 他所需要用的制程是不一样的 光是那个清洁剂就不一样了 所以前端如果可以帮我们分类的 越清楚的话 那我们后面在执行洗涤的动作 就会越简便越轻松 而且整体的成本就会越低 那这一个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 宝特瓶的一个洗涤工厂 他有很高科技的一个洗涤的方法 那他可以将这个 我们原本装水啊 装酱油啊 装这个 装这个油啊 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科技 把它洗得很干净 而且这一套科技里面啊 他不仅仅是把这个瓶子里面的脏污洗掉 他还可以做颜色的分类哦 就比如说苏跑是台湾 以台湾的宝特瓶来看好了 台湾有九成都是透明的宝特瓶 九成都装水的比较多 那有部分装水的他会有颜色 像苏跑是这个淡绿色嘛 然后海洋深层水是蓝色 那这一套科技都可以去做一些颜色的分类的 那真正这个从海外 就是由party这边去辅导的一些国家 然后从他们那边打包过来的宝特瓶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旧很老的砖 像是左边的这个东西 左边很旧很老的砖 那有比较新鲜一点的砖 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砖 那还有一些他在打包的过程里面 他打包的整体的打包方式呢 就是借由我们的教育跟辅导以后 他都可以做得比较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不同来源 不同国家来源的砖 他的年纪不一样 然后他的颜色不一样 那我们在即便在这套很科技的一个方式洗涤下呢 他出来的这个瓶我们称为瓶片 就是宝特瓶把它洗涤之后 把它切成碎片 这个瓶片呢 它的颜色都还是有一些差异在的 那刚刚提到我们在台湾做宝特瓶洗涤的工作 有九层的透明的这个瓶片 透明的东西会比较好去做后头的一个应用的 因为透明它没有颜色 那我把它重新的再制成一个这种这种塑胶粒子 然后再去抽成纱线 做成一个面料 纺织品的时候都需要做染色 那染料上去就可以比较好做颜色的对色的管理 可是呢源头的瓶子如果是有颜色的 像这个长的颜色就不尽相同嘛 所以它染色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颜色上面很难去做管理的动作 那这一个东西呢 在我们内部都获得了一些有效的执行方法 那将不同类的东西我们做不同的应用 然后都将它有效的来 百分之百的来全部来做应用了 那分享一个成果 这一个的 这个的这个合作计划呢 是从2015年就开始 一直到现在有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在2017年一整年哦 我们处理了1000吨的垃圾 1000吨 那到2018年现在10月份 我们预估到年底的时候 今年2018年可以处理2000吨的垃圾 那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速度 跟一个大家合作的一个 合作做这一套工作的一个工作 是持续在进行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带动更多的人 来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多的海洋垃圾 那可以减少这个海洋的污染 真正把这些海洋垃圾把它转换成产品 才是令大家觉得 会觉得很exciting的 那跟大家讲一下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就让这个海洋的垃圾 转换成第一双球鞋 然后在这个品牌的架上开始贩售 当时我们做了50双球鞋出来 那一直到现在2018年 我们已经有百万双的球鞋出来了 那这个鞋子呢 是用在Adidas的 这个Boost 这个鞋子的系列上面 像我今天脚上穿的 就是这个Boost系列的鞋子 它有非常非常棒的一个Boost的鞋底 抱歉 大家看这个白色的这个 人家讲这个泡泡力 它是一个专利的技术 它这个鞋底可以有很好的吸震的功能 所以它的布面呢 也要搭载着很好的包覆性 还有强度以及支撑性 才可以是一双很完美的一个球鞋 现在Adidas卖的最好的 就是这个Boost这款鞋 那海洋废弃物 就是用在这个鞋面布的营用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哦 那除了鞋子以外 Adidas也将这些 这些海洋废弃物做成的 这个废料呢 转换成一件球衣 让球员实际穿着在身上 然后提这个目前正在打得很火热的 2018年到19年的欧洲联赛 足球联赛上面 那用在什么款式呢 您可以看你支持的球星 像是左边左上角这个是 大家知道什么队吗 英国的曼特斯特联队 然后右边的这个是黄加玛德里队 两个都是明星球队哦 那你可以看他们现在穿的就是海洋废弃物 做的一个材质 我们不但他是 我们不但去帮他设计这个是环保材质 而且我们也让他会是一个 很好的透湿排汗 然后让球员穿着可以很舒适很干爽 然后增加他的整体的活动力的一件球衣 不仅仅应用在这个鞋子 还有这个衣着上面 一些民生用品 Party呢也积极的在跟这一些 各类的这些品牌 还有各类的应用呢 做很多的推广 像是目前已经有成功的是 用在这个美国运通卡上面 今年会发行50万张的美国运通卡 它就是这个海洋废弃物所制的材质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保温瓶的保温罩 还有一些太阳眼镜塑胶框 那个框框的部分 那到底这个全球的这些 这些宝特瓶的垃圾有多少呢 这边有一个数字要跟大家分享 在2017年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量 它有7200万吨是塑胶 然后它有2200万吨用处理在保特瓶 做成保特瓶 但是实际上被回收回来的量呢 只有1200万吨 大概只有55%的回收率 所以我们还有45%还没有去回收 这个就是这一个专案 要持续推动下去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95%是台湾的回收率 台湾回收率 全球仅次于日本 日本是96% 什么意思呢 100个保特瓶丢出去 台湾会有95个被捡回来 所以台湾是一个做得非常好的 一个垃圾回收的一个国家 保特瓶还可以做这些应用 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我们之后要做什么呢 塑胶这个保特瓶 我们重新再利用 然后还可以做成瓶子 然后循环回来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纺织品 做成衣服 但是没有办法再循环回来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循环 是拿保特瓶来循环 但是更多的是衣服这一块 衣服它也是一个很 就是能够被循环利用的一个材质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两个虚线的框框给补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操作 如何让旧衣服肺部料 重新的再循环再利用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 要做的事情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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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